书卷多情四顾人 清晨的日光透过浅色的窗帘钻入杂乱的酒店房间内 调皮地从散落的衣服跳跃到皱疤的领带 再到对面人赤裸肩膀的浅淡吻恒上 我揉了揉眉头 掩住想刀人的眼神 你先把衣服穿上 省惯横眉答话 反而直接掀开被子站了起来 下身穿着裤子 大啦啦地露出腹肌 怎么了 我看你昨晚对我上下棋手的时候 倒是很喜欢的样子 雨声带着宿醉和纵欲后的低牙与艳足 摩擦出如有实质般的颗粒感 免得我汗毛倒树 你少血口喷人 省惯横漫悠悠地套上衬衫 发现胸口处掉了两颗扣子 谴责地瞥了我一眼 将手机扔到我面前 自己看 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视频 画面中的我揽住他脖子 在他侧脸胡乱吻着 一只手正将他的衬衫下摆 从裤腰中扯出来 口中黏糊地叫着他 横哥 以你的气氛几乎冲破屏幕 连沈冠横都别扭地咳了一声 我却坐在原地物资出神 胸口一阵紧一阵空的 像是被一只大手反复地揉捏 逐渐溢出浓重的酸涩 其实沈冠横比我还小半岁 但他为人刻板 性格老成 又爱管我 我便故意叫他哥来抗议 但就只叫过一次 他瞬间红了脸 眼令我不许再叫 按说我是该故意和他对着干的 但唯独这件事 我顺从了他 因为我把这个当作亲密和情趣 他却觉得羞耻甚至抗拒 那我也不会去自讨没趣 直到如今重逢之时 竟然无意识地再次换出口 才知道自己从不曾真的忘记 而沈冠横更让我看不懂 他站在原地游着我缠他 面色平静 眼神却似藏着风暴 掐住我凑近的下巴 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我再叫一声 直到我声音微哑 才一把将我抱进了怀里 视频画面戛然而止 后续自然不可言说 但就这两分钟 已经足够让我颜面扫地了 我暗暗呲哑 趁着沈冠横再整理衣服 掀开被子下床 准备逃逆 下一秒却末地顿在原地 抄起枕头狠狠砸过去 完事了 不知道给我穿件衣服啊 沈冠横默默挨了一下 弯腰捡起衣服递给我 动作从容 将我的无能狂怒 对比得越发狼狈 一口恶气再也按捺不住 我痴笑一声 算了 还能指望你什么 正经事都只有五分钟 沈冠横动作一僵 话可不能乱说 我有视频为证 你有证据吗 我本人就是证据 你的主观感受并不一定准确 况且还是在不完全清醒的情况下 无法有力支撑你的主张 那怎么样才够有力 很简单 再来一次就可以 沈冠横绕过床尾向我走来 明明说着类似调情的话 眼神却如临大敌 必要全力以赴去征服 又来了 这熟悉到让我痛恨的感觉 曾让我无数次崩溃过 眼下也让我瞬间应激 在他的手勘勘触到我时 条件反射的挥开 尖利的指甲刮过他的下颗 留下一道浅淡的血痕 沈冠横却似乎没觉得痛 只是正愣住 沉生道 我们一定要这样针锋相对吗 不如问问你自己 还故意录视频 不就是为了羞辱我吗 我不是 这次我没能听他说完 强迫自己 从他迅速红肿的伤口上 移开目光 狼狈逃离 直到转过拐角后才停下 背靠着墙壁快速喘息着 将微微颤抖的手指 攥进掌心中 我没想伤他的 当初分手时 我难过得恨不得揪自己头发 气得摔了满屋子东西 也没舍得往他身上砸一箭 可惜的是 这样无用的爱意 根本抵挡不了 我们对彼此的伤害 我和沈冠横 20岁相恋 22岁分开 28岁重逢 意外发生了我们最亲密的第一次 醒来后 却依旧只是刺痛对方 一夜放纵的后果 就是踩着点进公司 甚至来不及回家换身衣服 匆忙打卡之后 我才钻进洗手间补了个妆 弯腰不过几分钟 就酸痛地直吸气 不由骂了沈冠横几句 更多的是埋怨自己糊涂 昨晚 我请组里的几位同事吃饭 打算跟大家铺垫一下 我辞职的事 结果不知谁起了个头 立刻变成了领导的吐槽大会 一个接一个的 根本停不下来 我插不上嘴 又觉得此刻说辞职 未免有煽动之嫌 便没提起 只就着浓重的不舍 多喝了几杯 久一来的迟缓却凶猛 等我发觉时 已经头昏眼花 强撑着去洗手间洗了把脸 返回时 看到了站在走廊中抽烟的沈冠横 他正仰头吐出一口青涩的烟雾 微凸的喉结上下滚动 唇脚向下 抿出冷硬的弧度 转头看到我 像是一根绷紧的弓弦骤然断裂 剧烈咳嗽起来 捏在指尖的烟头 抖落速速灰烬 时间被无限拉上 四周也瞬间安静 我耳边响起不知名的心跳声 一下一下 将我定在原地 直到有人从后重重撞了我一下 空气才恢复流通 我也顺利向前跌去 靠近一个僵硬的怀抱 沈冠横的声音响在我头顶 带着嗡嗡的杂音回响 像是一场恍如隔世的旧梦 荣桥 我娜娜地应了一声 缓缓闭上眼 嗯 你来接我了 但现在应该回不去宿舍了 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那我们去开房吧 沈冠横眉在答话 揽着我肩膀的手 却紧了又紧 最后一把将我抱了起来 后续的记忆断断续续 唯一贯彻史中的 只有他怀里的温度 和急而重的呼吸声 我狠狠摇头 将一些羞耻的画面 甩出脑海 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走回办公区域 刚坐下 男同事小陈 就一灯椅子滑了过来 荣姐 你昨晚后来去哪了 没出神妖事吧 闭上你的破嘴 会不会说话 旁边的女同事 轻轻拍了他一巴掌 坏笑着凑过来 要我猜啊 荣姐肯定是发生厌语了 真的吗 荣姐这颗无欲无求的老树 终于要开花了 这次换我出手了 一包纸巾砸到了小陈脸上 转头问青青 昨晚谁结的账 我把钱转过去 不用了 大家自愿 哎哎的 都是打工人 哪能总让荣姐你请啊 我还要再说 青青已经兴奋地 抓住了我的手臂 荣姐你看公司官网了吗 总部连夜发的通知 那个杀千刀的 终于被撤职了 新任领导今天就到 这把可是真是大快人心 那万一新来的那位 比他更坏呢 不可能 听说是位很年轻 很专业的职业经理人 才不会像那货一样 油腻又龌龊 青青作为职场 闲珠手的受害者 至今依旧一份填膺 立刻回了座位上去 扎小人处起 我摇摇头 从抽屉里 拿出打印好的辞职报告 去了领导办公室 其实换不换人 已经跟我什么没关系了 从毕业进公司起 我兢兢业业 从没有过半分懈怠 但一个无能又无容忍之量的上司 早已让我精疲力尽 日渐磨灭了 对工作和未来的热情与野心 我为此焦虑又无奈 恰好老同学顾潮 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我便想趁此机会 跳出这个环境 重新找回之前的状态 本来这只是辞定了的 但沈冠横出现了 她由人事主管引领着 跟同事们打过招呼之后 宣布就任 西装得体 气度沉稳 下何处贴着一个肉色的窗壳贴 丝毫不影响她的颜值 我已经听到了 自身后人群中涌起的兴奋思语声 她却恍若未闻 语声冷硬 眼神不偏不倚地落在我身上 我会发布全新的工作规划和KPI 要求会很高 如果有谁觉得自己做不到 可以提前来向我辞职 一句话就堵死了我的退路 但我还是只能接招 因为我不想也不能在同一天输掉第二次 于是趁着沈冠横又去了其他部门时 偷偷溜进了办公室 想要拿回那封辞职信 才刚装进口袋 门口就传来响动 我下意识躲进了办公桌底下 而后听到了纷乱的脚步声 说话的人 大概是沈冠横带来的助理 正在向他汇报初步摸底的情况 他偶尔应答一两句 镜子走到了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下 一伸脚 鞋尖就抵上了我的膝盖 我慌忙躲避 头顶狠狠撞上了桌面 咚的一声打断了流畅的雨声 沈总 怎么了吗 沈冠横顿了顿 但声道 我膝盖不小心撞到了 没事 你接着说 伴随着尾音落下 一只宽厚温热的手掌 附在了我头顶 轻轻地揉着 皮肤妈撒过发丝的声音 像是细软的羽毛间 刮得我耳阔发痒 一路蔓延至四肢百骸 忍不住躲了一下 却恰好将半边脸颊 送进了他掌中 他明显一顿 而后更加用力揉捏起来 像是终于得到了喜欢的玩具 爱不释手 连应答的雨声 都明显欢快了许多 我被捏得心烦意乱 侧过头 追着他手指咬 他也不躲 指尖不轻不重地刮过我唇剂 带着淡淡的烟草味道 沈冠横以前并不抽烟 应该是在分开之后才学会的 在摆脱了我这个大麻烦之后 还有什么事能让他愁苦到染上烟瘾呢 而那些愁苦中又是否会有几分与我相关 眼看着思绪逐渐矫情 我连忙摇了摇头 脸颊边的手掌顺势滑落 拍了拍我肩膀 人已经走了 出来吧 我深吸一口气 从桌下爬出 对上沈冠横爷鱼的眼睛 心里兵荒马乱 面上却强装淡定 我就是 蹲下去剪笔 结果你们刚好进来了 你的笔怎么会掉到我的办公桌下头 他自己长腿了 嗯 其实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 表示热烈欢迎 我甘笑着 从口袋中掏出随身带着的中性笔递过去 黑色的笔身上还清晰粘着我掌心的诗意 沈冠横伸手接过 饶有兴致地在纸上画了几笔 才当着我的面装进了胸前的口袋中 褪色的廉价笔身与昂贵的西装十分不搭 它却像是得了精致胸花一般 眼尾蔓延出浅淡笑意 那你捡就捡 躲起来干什么 我扯扯唇角 怕被人误会 影响了你的声誉 我看你是怕影响你自己吧 沈冠横冷了声 缓缓站起 高大的身影笼罩住我的视线 容桥 我在你眼中就那么不堪被提起吗 还是说你其实是不敢 因为我的重新出现让你怕了 怕了吗 是沈冠横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大二那年暑假 我一时兴起报了个攀岩的课程班 沈冠横也是那里的学员 技术好长得又帅 经常有异性新生找他指导 实则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却似乎天生少了那一根筋 有求必应 但是都点到为止 将所有明里暗里的秋波 都一视同仁地挡了回去 起初我只是在旁边看热闹 后来便渐渐生出了些兴趣 暗自好奇 如果换我去示好 他是否会拿出不一样的态度来 人吗 在年少轻狂时 总以为自己是最与众不同的那一个 加之我家境优渥 自小受尽宠爱成长顺遂 养成了要强又骄傲的性格 不肯轻易低头 也很难做到主动 动了心却不愿意承认 又做不到洒脱的放下 最后只能选择用最笨拙 但是最抢眼的方式去吸引他的注意 于是我开始刻苦加练 练体能 练路线 练速度 还偷偷模仿他的独门绝技 只不过臂力和爆发力都远不及他 急功近利的后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掉落 我觉得丢脸 又更想证明自己 变发了狠的恋 与众人悠闲消遣的氛围 格格不入 有几次甚至明显感觉到了 沈冠恒探究的眼神 含着不加掩饰的欣赏 和隐约的胜负欲 果然在假期结束前的最后一节课上 教练提出想看我们两个较量一次 我猜想多半是他的意思 一时间进退两难 不用他的绝技 我肯定输 用了就算偷失 但沈冠恒没有给我过多的考虑时间 直接拿起一套装备扔到我面前 怕了吗 我自然是否认 而后只能应战 进行到一半高度时 集中出错 脚下一滑跌了下去 按说背着安全绳 是没什么危险的 沈冠恒却猛地扑过来 揽了我一把 等落地后 我才发现了那块不起眼的 吐起的岩石 他替我挡了一下 却没当回事 只是朝我伸出手 我们都没蹬顶 就当打了个平手吧 我愣愣看着他宽大的掌心 从浅淡的掌纹 看到纸端的脖茧 轻轻将手放了上去 被他握住的瞬间 心脏急剧收缩 触电般的战力传过全身 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他以为我是下着了 但声道 以后别那么逞强了 你也是 没有足够的把握 就别建议勇为了 小心伤到自己 这是你表达关心和感谢的方式吗 哼 还挺特别的 差点没听出来 这次我切实听出了他的讽刺 懊恼自己失了礼貌 那便不能再失了风度和原则 我真心地感谢你 但也真心地不接受 基于性别和刻板印象之上的轻视 沈冠横揉腰的手顿住 重新看向我 眼中却多了些意味不明的东西 深不见底 直到开学后 在学校里遇见时 我也还没能想明白 但已经本能地问出口 你的腰还好吗 与他同行的室友们 哄笑出声 互相传递着暧昧的眼神 我才后知后 绝出话中的奇异 不由红了脸 沈冠横却脸下眉眼 冷淡地应了一声 快速离去 明显是不高兴了 我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后来他才说 他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 发生一些带有暧昧色彩的事情 包括我们在一起之后 也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中 表现过亲密情态 甚至我们单独相对时 也十分寡淡 因为我们的恋爱 并非始于互相喜欢 而是一场互不相让的较量 我划拳输了 被指定去向他表白 未免没存着试探 他也答应了 却与我言明 是因为他近期 恰好有谈恋爱的计划 这个说法 若是出自其他人之口 我是绝对不信的 但我曾亲眼见过他 手写每日的训练计划 并且分毫不差的执行 便由不得我不信了 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习惯 但叠加上他的坦荡与直白 便让我觉得难堪又难过 我只是恰好出现在他的计划中 不具备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也不会让他有所顾虑 于是我也说出了我的缘由 想要挽回几分面子 他却表示并不在意 且不会更改自己的决定 而我同样也不想认输 或者说 其实我是庆幸的 哪怕阴错阳差 我也确实得到了这个机会 那时的我天真又自负 以为能够靠着天长日久 靠着自己的努力与魅力 得到沈冠恒的心 但事实上 我们连相处都磕磕绊绊 他不是一个柔软体贴的人 我也并不擅长包容与退让 小到约会吃什么出行去哪玩 大到学术观点和人生态度 我们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分歧 会沟通会探讨也会争吵 但从来都没有结果 因为我们各自固执己见 谁都不愿意妥协 矛盾不断堆积 却得不到解决 只会损耗彼此的耐心 甚至本就不多的感情 也曾有过几个瞬间 比如 暴雨突至他将我搂进怀里时 他为我跑遍半个城市 去寻一本外文书时 又或者是背着我 走过很冷很长的的学业时 我认为他可能是喜欢上了我的 那些当下做那些事 他的快乐是真实的 但他不愿意为了我而改变 也是事实 说到底 他还是更喜欢自己 我也一样 我也曾扪心自问 我对他的喜欢有多少 够不够 我放弃骄傲和原则 长久地勉强和内耗自己 没得出确定的答案 就已经是答案了 人心一旦有了疑问 就如同高楼地基上裂开了缝隙 哪怕表面在粉饰 坍塌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而我们也在毕业前夕 走到了尽头 导火索便是异地问题 俗气又现实 结果也依旧是各不相让 沈冠恒甚至亲手做了一份利弊分析表 耐心地劝说我跟他走 并保证会给我想要的一切 我也曾短暂地动摇过 但日积月累的疲惫和可以遇见的矛盾 让我心生恐惧 怕最终只剩下彼此怨恨 那还不如就此止步 分手是我提的 沈冠恒像是难以置信 又像是早有预料 更多的却是无力与不解 问我原因 我说不清楚具体的某一个 但又无比明确地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 太过相像的两个人就像是两面镜子 就算靠得再近也看不见彼此 我们都没错 只是不适合 顾潮打来电话时 我正在天台吹风 试图让自己混乱的心绪平静下来 沈冠恒自大无理的质问 直抵我内心的陈柯 就此牵扯出了许多 早已被刻意遗忘的痛楚 是怕吗 我不确定 但我确实是在逃避 甚至连他到底想干什么都不敢问 分开六年 我对他并没什么怨恨 也从不愿意去考证他是否曾真的喜欢过我 我希望是没有的 那我们的结局也就没那么遗憾了 但他眼下的做法又让我本能地感觉到危险 想要找个地方躲藏 却唯独不能是顾潮 因为顾潮喜欢我 我能感觉得到 但他始终没正式开口 我自然不能主动表明态度 虽然大概率是拒绝 但他说服我跳槽时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从工作环境分析到职业前景 丝毫没带个人感情色彩 最后也只是说让我给自己一个机会 这才是真正触动我的点 或许我确实该试一试了 新的工作和新的爱情都是 但眼下却是不行了 哪怕我可以为跳槽找一百个合理的借口 却骗不了我自己 更不想让顾潮觉得我在利用他 顾潮 我仔细考虑过了 还是打算留下 毕竟要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从头开始还是挺难的 我有点怯 我认识的荣桥 什么时候怯过啊 当初帮我追抢劫范时 都没退缩过 这怎么还越长越回去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吗 人长大了就有所顾忌了 怕苦怕累怕死 也怕伤害和辜负他人 顾潮顿了顿 鸡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别这么说 你一直都很优秀 听说你们公司 换了新老板 以你的能力 一定会被赏识的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如果你需要帮助了 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但是荣桥 我只希望你快乐 所以 对自己好一些 我含糊着嗡了一声 嗓音已带上哽咽 手指紧紧攥着手机 才能抵御住 从心底涌起的酸涩 很明显的 顾潮知道 沈冠衡回来了 也听明白了 我话语中隐晦的拒绝 但他并没点破 只是顾守着朋友的界线 给予我鼓励和安慰 独自咽下 所有的心痛与失落 顾潮才是真正懂得爱人的 而我终究没有那个福气 挂断电话后 我点进微信 看到一条新的好友请求 是沈冠衡从工作群中加了我 微信头像很不符合他沉稳冷淡的性格 是一张五颜六色的彩绘涂鸦画 我觉得有些眼熟 点开放大一看 果然在右下角找到了一个花体的Q 是我给自己设计的签名 就只签过这一次 在这幅我亲手绘制的画作上 画之前 我和沈冠衡还因为用什么笔争执过 最后我坚持用了油彩笔 他也勉强收下了这份礼物 直接塞进了抽屉里 再也没拿出来看过 我以为他早就扔了 没想到他竟然还拍了照片 用作头像 必须承认 我是有点惊讶且惊喜的 但也只有一点 甚至不足以让我通过他的好友请求 十分钟后 我回到了办公区 原本正在窃窃私语的同事们都墨地停下 齐齐望过来 我以为是自己6号被发现了 连忙找个借口 那个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了 小陈忽然一声惊呼 恭喜荣姐 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事们纷纷围过来祝贺 轻轻更是兴奋地抱住我上蹿下跳 我就说吧 新领导绝对靠谱 沈总刚才宣布把之前那个周氏集团的大单 重新交给你负责 咱们目前正缺一位副总 这明显是在给你机会啊 荣姐 你终于要熬出头了 我愣愣站着 头脑还没太反应过来 浑身的血液就已经热了起来 多年的拼搏终于有了回报 高兴之余 又因着沈冠横而多了几分不舒服 尤其昨晚我们才 莫名其妙为我本就应得的成绩蒙上了一层人情的阴影 我脸下笑容 掏出手机通过他的好友申请 发信息过去 为什么突然给我任命 早该是你的 沈冠横听出了我的意思 你的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 不必因为莫须有的因素 庸人自扰 好一个莫须有 也是 当初恋爱时 他尚且不会为了我花心思 更遑论如今了 但我必须坦白 确实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可是在确保完成任务的前提下 我还是想选择一个更心仪的人 这种程度的偏爱是可以允许的吧 手机连续震动 沈冠横又发来两条信息 我一字一句地看过 被那两个词语扎了眼 心头猛地一跳 我立刻按灭了手机 动作之大 下了临桌地轻轻一跳 笑着调侃我 容姐 你这是乐颠了 没有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周氏的那位副总 应该又是他同我对接 轻轻急忙打断我 容姐你千万要小心啊 那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面上清高内里下流 偏右贯会伪装 除了吃过亏的苦主 没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我闺蜜就被他骚扰过 已经辞职了 我苦笑着点点头 对上轻轻骤然睁大的眼睛 容姐 你该不会也被 嗯 就是因为我装傻惹恼了他才被前领导抓住把柄 撤回了项目 但沈总应该是不知道这事 要不你去婉拒了吧 不聊 我不想因为阴沟里的烂泥 裹置了我前进的脚步 这个机会我要定了 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开始熬夜加班 从资料分析到创意拓展 必求万无一失 这期间 沈冠恒完全没有过问我 他忙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接管公司 也是费寝忘食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助理提着外卖进去 很快又拿出来 包装几乎原封不动 大学准备辩论赛时也是如此 最后如愿取得了胜利 却因为未病去了医院 无法上台领奖 沈冠恒做事 一向有种不计后果的狠 至今已过了六年时光 竟还是没有半点长进 我摇头吃笑 最终还是没忍住 给他发了条消息 是楼下一家拉面店的优惠券链接 默默数到十秒钟后又撤回 客气地道歉说 发错了 半小时后 他的助理拎着那家店的外卖 送进了办公室 我也收到了他的回复 一句谢谢 附加一张热气腾腾的拉面的照片 我无意识地点击图片放大 看到了他捏着筷子的右手 食指上有一道延伸到根部的疤痕 是我们第一次在昏暗的小巷中接吻时 我揪着他衣领靠向墙壁 他用手挡住了刺向我的铁钉 意乱情迷呼吸交缠 等我察觉到警侧的粘腻时 他已经满手鲜血 几乎染红了我的眼睛 我吓得够呛 质问他为什么不拉着我躲开 或者及时停下 他却只是笑 说他那一刻只想吻我 便就那么做了 后来的我 每每想起沈冠恒时总计的 他血液的温度 时至今日 依旧让我隔着屏幕都觉得痛 我收回妈撒照片的手 扶了扶胸口 按捺住某些不可言说的心思 拿着杯子去了茶水间 有几位女同事正小声聊着八卦 多次提到了沈冠恒的名字 与另一个名字一起 贺勤 公司董事长的千金 虽未见过 却早有耳闻 是位聪慧果感又美貌的野心家 这样的人竟然喜欢沈冠恒吗 眼光可不怎么好 我吴声笑笑 端起水杯离开 滚烫的开水滴落到手背上 短暂的灼痛了皮肤 胸口处却有什么东西 墨地凉了下去 晚上十点半 我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收尾工作 沈冠恒突然走了进来 我送你 原本我是想拒绝的 但又怕他是想询问项目进展 只好答应了 但车才开出去五分钟 我就后悔了 太尴尬了 前男友 一夜情对象 心上死 不同身份叠加出无限伤害 让我连手指都僵硬了 关于那晚的亲密 我们默契的都没提起 不用纠集就情 也不用对彼此负责 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我心里却莫名得很不舒服 不是非得要一个什么说法 只是觉得沈冠恒的嘴是真金贵啊 一句都不愿意多说 走神间 被问到家里的地址 我随口一打 等到车停到了楼下 才按回自己大意了 沈冠恒仰头看着我家的楼层 灵力在下河线 在月色中多了几分温柔 坐北朝南 大窗户 两居室 果然是你喜欢的户型 我也跟着看去 养得后颈发酸 连带心口 也一阵阵色痛 恋爱时 我们也曾憧憬过未来 首先就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 我父母打算直接买一套送给我们 条件是他必须和我一起留在本地 对此沈冠恒表现出了极大的抵触 坚持要自己赚钱买 并表示他的去留不会被一套房子左右 我们为此商量过 争执过 冷战过 最终还是无解 而我也终于明白 沈冠恒永远不会为了我妥协 两年前我第一次跟着中介走进这间房子 过去的记忆翻涌着刺痛我 我却还是签下了合同 一个人跑装修 买家具 布置 打扫 生活 像是圆了从前的一场梦 醒来又空空荡荡 偶尔也会猜想 沈冠恒有没有靠着自己的拼搏 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里头又住着谁 直到此刻 他和我并肩站在楼下 我又没了探究的欲望 只是淡笑 比理想的还少了个露台 但我买不起也就只能这么凑合了 沈冠恒动了动 右手揣进裤子口袋 转头看向我 其实我那碗录像 只是因为你很多年没那么叫过我了 而我也知道你醒了以后就不会再叫 这突如其来的解释将我又拉回到了当时的情景 脸颊迅速升温 只得低下头 你不是很抗拒吗 只是装逼罢了 其实我听到时会心跳加速 会产生欲望甚至可以预感到会失控 所以才怕你发现 我愕然抬头 实在没想到会从沈冠恒口中 听到这样坦白又窘迫的理由 那现在怎么又说了呢 还没来得及问 沈冠恒的手机就响了 我随意一瞥 看到了来电人的名字 赫请 像是一道闪电 漠然撕裂了我脑中的混沌 瞬间清醒过来 既然没别的意思 那就请沈总删掉那段视频吧 免得以后麻烦 没再多停留 我冲沈冠恒挥了挥手 抬不上楼 进了家门后 从窗户上往下看 他的车已经不在原地 与周氏的合作 可想而知的 进行得并不顺利 前两次 我甚至都没约上赵副总 他的秘书总说他在忙 实际上 我在他公司楼下 蹲到他和人去打高尔夫 虽然气愤 但也不好贸然冲上去 也明白 他是在故意整我 便只好让他出了这口气 第三次 我终于约到了 时间却被安排在周末 我不好意思打扰同事休息 便独自带着资料去了周氏 结果整个公司根本空无一人 秘书又说 赵副总是打算 自己趁着周末 先提前看看我的方案 给了我一个地址 让我自己过去 我觉得不妥 便打电话叫上了小陈 他多少有点不乐意 坑了我两顿饭才答应 我们按照地址找过去 发现是一处位于郊区的中式庭院 类似于私人会所 能宴饮还有温泉 小陈兴奋地东张西望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来这里吃一顿 加油吧 我们先拿下这单 再努力拿下更多这样的大单 以后总有机会的 小陈又拍了好几张照片 风景倒是挺好 就是手机信号不好 连个朋友圈都发不出去 我笑笑 没在意 领着他走了进去 赵副总的包间 在二楼的拐角处 见到我挑眉一笑 看到我身后的小陈又沉下脸 没过几分钟 便找个理由 将小陈支了出去 我将方案和资料 拿出来详细的讲解 虽然被盯得很不舒服 但还是尽力保持最专业的态度 只是不管我怎么讲 他始终一言不发 我便明白了 这趟又是白来 寒暄几句 就起身告辞了 他却突然坐直身体向我靠近 容小姐用的什么香水 我很喜欢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就是便宜的洗衣液 里头含有甲醛 赵副总还是少闻 对身体不好 你呀 又柔又刚 能屈能伸 脸上笑着 心里怕是在咒我死吧 实在是有趣 赵副总哈哈大笑 墨地起身向我走过来 我知道你不愿意 但我最喜欢勉强 他这下算是彻底私下伪装了 那我也没必要再委屈求全 我抓起手边的花瓶砸向他 转身向门外跑去 掏出手机想打给小陈 才发现手机根本没信号 别想了 你那同事早就被我的人拖住了 而且这里是屏蔽所有信号的 没有人能来救你 赵副总两步追上来 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我就烦你们这假清高的 明明知道我的心思 但为了钱还不是巴巴地来了 来了又他妈地给我装 我反手掰着他的指头 头皮被扯得生疼 只能依着力道靠近他怀里 脚下却狠狠揣向他 他们哼一声 手上更用力 揽着我按倒在床上 开始撕扯我的衣服 我拼命挣扎 私声喊救命 又想起这处的私密性和档次 隔音一定是极好的 力气渐渐流失 绝望从心底蔓延到四肢百孩 更多的是不甘和不愤 我只是想完成本职工作 却成了爱钱 只是想再争取一次 却变成了欲擒故纵 凭什么 他这样的畜生 凭什么随便定义和践踏别人 又凭什么无法无天地伤害无辜的人 我摸索着抓起床头的烟灰缸 正打算同他于死网破 房门却被人从外踹开 沈冠横几步冲进来 一把掀翻了赵副总 将他按在地上 一拳接着一拳 手背很快被鲜血染红 我回过沈来 亮呛着去拉沈冠横 被他用力震开 又脚崴了一下 重重摔倒在地 沈冠横才似惊醒过来 放开赵副总 拉着我离开 脚步很快 脸色铁青到可怕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姓赵的 对你意图不轨 这是能逞强的事吗 你和我闹别扭 也要有个限度 要不是小陈来找你之前 发了条朋友圈抱怨 我觉得不对劲 又问了清清 还不知道你这么大胆子 我知道你性子硬不服输 工作上也很拼 但是什么都比不过你自己啊 沈冠横低吼着说完 深吸两口气 手指颤抖着俯伤我脸颊 像是在借此找回理智和力气 对不起 我该提前调查的 不 我不该自作主张把项目交给你 还觉得是为了你好 我来的路上一直控制不住的想 如果我赶不及怎么办 容桥 我差点疯了 粗力的指尖带着凉意 磨得我皮肤有些痛 心头却迟缓地冒出些热意 逐渐征腾出酸涩 向沈冠横求助或者示弱 是一件太难的事了 从前我不愿做 本以为是不屑 直到我和他分开后很久 才发现我其实是不敢 那些虚张声势的逞强 不过是因为自卑 因为知道他没那么喜欢我 所以才必须借由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与挑衅 要他退让或妥协来证明他对我的感情 也守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自尊心 可惜我明白得太迟 而沈冠横直到现在也不懂 他只以为我还是在和他闹别扭 我摇摇头躲开他的触摸 率先往外走去 右脚剧痛 我只得放慢脚步伪坐正常 小陈呢 要去找他吗 不用 你离开了 他自然就被放了 过后就说 是我亲自来找赵副总谈事 结束后把你带走了 我知道他是不想让人知道 赵副总对我不轨的事 但那撕挨了打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总要有一个交代 这下可好 辞职要便开除了 正胡乱想着 脚下一半 疼得我惊呼出声 沈冠横迅速扶住我 而后蹲下查看 我右脚踝已经肿得很大 皮肤还有几道擦伤 隐隐透出血色 让他一瞬间变了脸 什么时候弄的 他还打你了 不是 刚才摔倒时扭到了 只是看起来严重 骨头应该没事 那也疼啊 不然你喊什么 但你就非得忍着 还走了这么远的路 沈冠横回头看了看 忽然俯身抱起我 手臂很紧 动作却很轻 脚步也小心翼翼 哪怕脸色比之前更差 话也说得难听 我却还是感受到了 他焦急之下的心疼 这感觉很微妙 他方才及时出现救了我 我只觉得安心和感激 而当他终于把我抱进怀里时 我才觉得委屈 这委屈是久远的 从多年前按捺至今 独自消化和排解后 被我刻意藏起 又始终没能忘记的 我以前说过的 但你只是嫌我麻烦 大三时 我们一起去爬山 我穿的鞋有些不合脚 下山时也不小心崴了一下 不是很严重 我却想借此机会 和他亲密一些 便故意摔倒 可怜兮兮的喊脚痛 沈冠横仔细查看了一番 先是指出了 我鞋子的问题 说我不专业 又说 我只顾着拍照 不注意脚下是很危险的行为 最后 把我扔在原地 独自去了前头 许久之后返回 手里拿着不知道 从哪里借来的登山鞋 但我却拒绝了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 也认可他说的一切 但我想要的 就只是他的关心和搀扶而已 哪怕他后来也这样做了 但错过了那个当下 我就已经不需要了 最后 我执拗地自己走下了山 脚伤也因此严重 做了很久的治疗 这事也就此成了 我心上的一道疤 此时再提起 却发现 那痛早已在岁月流逝中 随着我不断改变的心境和认知 而变淡了 沈冠恒将我放在副驾驶座椅上 俯身给我系上安全带 退开时 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对不起 我欠你一句道歉 我从来没觉得你麻烦 但我也确实看出了你的故意 才想着借机敲打你一下 不管你想要达成什么目的 都不该以你自身的安危开玩笑 时至今日 我仍旧坚持 但我会学着用更温柔的方式去交流 至少坦诚表达 而不是自以为是 而这个吻 是我当初应该给你 却没能做到的 荣乔 希望你能给我这个补救的机会 我愣愣听着 额头涂流他唇上的热议 着得我无法分心去想他说的补救 只是指这个吻 还是指重来一次 而时机总是一闪即逝 我便没能再开得了口 当时想着 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问 不料第二天沈冠恒就被警察抓走了 还是从公司 我因着脚伤在家休息 接到轻轻的电话时 仓皇站起又重重地摔倒在地 浑身关节生了秀般顿痛 缓了半晌才咬着牙爬起 一瘸一拐地出门打了车 直奔派出所 却没见到人 赵副总报警说 遭到了暴力殴打 沈冠恒也承认了 暂时被拘留 并且拒绝了我的会面请求 我只得又去了公司 大家正在交头接耳地讨论着 赵副总是周氏 总裁的表弟 背景和手腕 远非沈冠恒这样出来乍到的年轻人 可以相比的 且此事还关乎着公司的利益 哪怕贺琴再重义沈冠恒 尽力保下他 恐怕他也回不了公司了 小陈拉着我躲到一旁 面色焦急 容解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沈总怎么就打了赵副总呢 他那么精明冷静 完全不像是这么冲动鲁莽的人 是啊 我在心里无声肯定 沈冠恒根本不是这样的 那他是为什么呢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我走到公卫上找出工作证攥在掌心 又打车去了派出所 打算主动说清楚前因后果 刚下车就与远处走来的人对上眼 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 穿着精致气场十足 看到我食微微一顿 面上浮现出冷意 几乎是瞬间 我就确定这是贺琴 果然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命令我不许参与沈冠恒的案子 赵副总那人最要面子 如果他只是被打我还有把握可以和解 但如果被曝光了 他是性侵未遂而被打 他受到惩罚的同时 你和沈冠恒也都轻松不了 那沈冠恒的清白呢 他明明是出于正义 却要背上一个恶意伤人的案底吗 清白 你说得倒是好听 但他是因为谁呢 如果你还有点良心 就别给他惹麻烦了 按照我说的做 只有我能捞他出来 贺琴雨含嘲讽 我却无心在意 只是被他最后那句话狠狠刺痛 最终只能站在原地 眼睁睁看着他走进派出所 或许也将这样走进 沈冠恒未来的人生 我沉默地站着 直到暮色将我笼罩 双腿都麻木到没知觉了 才转身离开 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宿命 就如我和沈冠恒 在最不合适的时间遇到彼此 只能无疾而终 在长久的不忘中重逢 最终又被现实所阻隔 而我 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 与沈冠恒有缘无分 那天之后 我没再见过沈冠恒 贺琴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让赵副总同意和解 后续是道歉还是赔偿 我也不了解 但沈冠恒确实很快就出来了 只是没再来公司 也没跟我联系过 他的个人物品 由助理收拾好后带走了 而我则搬进了他的办公室 升职为副总 暂代总经理职务 对此 我也是一头雾水 任命是贺琴亲自下达的 拿着周氏总裁亲自签字的合作案 将功劳安在了我身上 除此之外 他没跟我透露任何关于沈冠恒的消息 我也识趣地没有问 他却反而像是不满一般 瞪了我好几眼 活像唾弃一个薄情寡义的小人 那之后 贺琴也没再出现过 虽然他以前也是指纹其名 如今却渐渐连消息都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董事长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短时间内崭露头角 却没继承到董事长的睿智和贺琴的灵活 只有众穷人诈父的猖狂与浮躁 手伸得很长 但能力又不够 反而把正常秩序搞得一团糟 连我也被他叫去骂过两次 但他甚至连我的工作总结都看不懂 公司众人一时议论纷纷 有说董事长身体不大行了 只好赶鸭子上架 也有说贺琴是斗输了 被放逐了 带着沈冠恒另起炉灶了 直到我再次听到那个名字 才恍然惊觉 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 沈冠恒的微信始终沉寂 朋友圈也没更新 而我也不知道 其他可以得知他动向的方式 时间把我们隔开了太久 而我又太骄傲 哪怕如今我愿意主动去找他 也已经不得其法 更没了合适的身份 便只能不打扰 起初我没觉得如何 六年都过来了 不过短暂相见的几面 又能掀起多大波澜 但在我连续几夜梦到了 他还生生哭醒后 才不得不承认 我很想再见他一面 哪怕只是说声谢谢 又或者是对不起 说起来 我何尝没伤害过他呢 两只刺猬争斗 刺痛的绝对不只是一方 而我还自私地将所有过错 甩给了他 逼他拔掉了身上的刺 每每想起他那天 说着对不起的样子 我胸口就抽痛不已 哪怕他后悔帮了我 哪怕他选择了贺情 我也还是想要一个 面对面的告别 而后再也不亏不欠 这样的执念反复折磨着我 加之工作压力又大 我开始失眠 彻夜翻看与沈冠横的聊天记录 试图从只言片语中找出 关于眷恋的蛛丝马迹 只是我很不擅长去发现 每每总是徒劳无功 直到我在深夜 接到那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一声浅浅的呼吸 就让我瞬间落泪 沈冠横的声音 透过听筒传出来 显得朦胧而稀薄 带着迷离的酒意 和痛苦的探问 荣桥 你真的爱过我吗 我起初以为你的表白 只是玩闹 但我还是答应了 因为我喜欢你 从第一次和你比赛开始 你落在我怀中 像一颗星星 眼里满是坚毅 对我说不接受 基于性别的轻视 我记住了 也一直秉持着 不在任何事情上 给你造成被弱化的错觉 但你却越来越不开心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 尊重和心疼与宠溺都不冲突 你可以是强大的 但也可以被我捧在手心里 只可惜那时 我早已弄丢了你 我试着改变 也期待与你的重逢 但我忘了考虑 你是否也同我一样 又或者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接纳全新的我 但你似乎确实没有这样的意思 你不会找我 不会想我 也没有再像从前那样看过我 雨声减弱 呼吸趋于平稳 沈冠恒竟然就这么睡着了 见过还发出模糊的抽气声 我就那么听着 直到他手机没电 自动关机了 我才缓缓看向窗外 眼睛被泪一泡得酸涩 盘踞在心头多日的阴霾 却被明亮天光彻底驱散 原来沈冠恒爱我 那边没有什么事能够阻隔我们 如果有 我就努力冲过去 我给顾潮打去电话 请我帮我查一下贺琴的住址 他很快回过来 还顺带提起了他和沈冠恒之间的传闻 他一向不屑背后说人 大概是真的担心我 我只笑着让他放心 其实心里不是不忐忑的 贺琴 看上去是个劲敌 仔细想来又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我不愿在胡思乱想 打算直接找上门去问个清楚 贺琴对于我的到来并不意外 只是他盛装打扮急着出门 只是塞给我一个地址 沈冠恒真是没用 我明明都教了他要吊一吊你 结果他 他还是舍不得你难受 我和沈冠恒没什么的 我是为了和那个私生子 争夺公司的股份 才故意放出绯闻 让对方以为抓到了我的软肋 又利用沈冠恒打周副总的事开除了他 自断双臂 让对方放松警惕 才能在这么多天内 暗中实施自己的计划 直到今天终于收网 而沈冠恒答应帮我的条件 就是要给你升职 给你应得的肯定和职业发展空间 他比任何人都欣赏你 相信你 并且愿意陪伴你 如果你今天没有找来 我才不会对你说这些 我是沈冠恒的朋友 我只向着他 也只看得到他的痛苦与努力 但是爱情不能光靠一个人 就算他走了九十九步 你不愿意迈出走向他的那一步 也是没有结果 严禁于此 你自己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 后来我甚至想不起 我是怎么一路到达沈冠恒家的 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满腔的感动 愧疚 心疼 与思念 交织成一片 在我仰头 看向那扇窗户时 墨地汇聚成了热流 自我眼中流出 与我家相差无几的户型 做北朝南 大窗户 两居室 还有一个朝阳的露台 完全是我曾经描述过的样子 连露台上摆放的枝子花 都分毫不差 胸口沸腾着 像有一团火在烧 直到沈冠恒打开门 我扑进他怀里 才慢慢温柔下来 沈冠恒 我很喜欢你家 可以让我住在这里吗 沈冠恒略微僵了僵 收紧手臂 将我扣在怀里 右手又伸进裤子口袋中 这次掏出了一把钥匙 我一直都随身装着 感谢你让我有机会 把它交到你手上 连同我们彼此的信任与未来 也一并找到了归宿 年轻的我们愚蠢 自我 不懂得爱人 所以质疑过也离散过 却不曾有一刻不爱对方 于是我们反省 改变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只为了给对方更好的爱与陪伴 重逢正是好时节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前几天 婆婆打电话 喊我们一家今天去郊外采摘员聚餐 我不想去 而且今天女儿琪琪也有点不舒服 就只有李瑞一个人去了 李瑞临出门前还在责怪我 小心眼不变通 这正是修复关系的好机会 我却不知道好好把握 想起这我心里就不舒服 原本公公是有一辆小轿车的 可是婆婆却说 她们想退休之后去自驾游 想换一辆SUV越野车 但她们钱不够 就想找我们借一点 可是我们 家自从琪琪出生之后 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哪还有多余的钱借给她们换车 于是我当场就说了 墨钱借给她们 公公黑着脸就走了 李瑞还责怪我说话 太过分了 后来也不知道 公公从哪里弄到的钱换了车 说今天要带亲友去郊外聚餐 我心里正想着公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琪琪就醒了 本来早上开始 琪琪就有点不舒服 这会儿睡醒了之后 又开始哭闹个不停 我想打电话叫 李瑞回来 带我们一起带琪琪去看医生 可是打了好几个也莫人借 我只好打电话 给我妈请她过来 和我一起带琪琪去医院 就在我们准备出门去医院的时候 电话响了 是李瑞打来的 按了接听见 我直接吼道 李瑞 你究竟在忙什么 电话不接 短信也不回 你知不知道琪琪生病了 你是怎么当地的 电话那边默认说话 只有粗重的喘息声 这异常的反应让我觉得很奇怪 试探着说了句 李瑞 是你吗 梁慧 怎么办 我爸出事了 他开车把人给撞了 李瑞带着哭腔说 他的话让我的脑子出现了短路 一时间莫缓过神来 你说什么 我又问了一句 爸今天中午喝了点酒 刚开车回家拿东西 结果在路上把一个孕妇给撞了 人在家户病房 医院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了 李瑞这会儿把事情完整 地说了一遍 挂了电话 我心里也乱了 酒驾 孕妇 孕妇 这几个字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 把这几个词串联在一起的严重性 不言而喻 我强装镇定地把琪琪交给我妈 让她和我爸带琪琪去看医生 我咬牙钻进了出租车 开车门的时候 我的手都在颤抖 等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看见了李瑞 才几个小时不见 李瑞变得颓废又落魄 嘴唇上全是死皮 眼里全是无助 李瑞 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拉住他的手问 爸的状况还好 刚刚已经做了手术了 可是那个孕妇 刚才人磨了 李瑞说完这句话 用力地扯了扯头发 他的话像是一记重拳 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这可是一尸两命 真的是造孽啊 而且这件事的后续 肯定也是个大问题 到了公公的病房 他因为虚弱正在昏睡 婆婆一看到我 眼泪就流了下来 小慧 现在只有你们能救你爸了 你们可不能不管他呀 婆婆的声音里透着凄凉 单薄的身体 抖得像寒风中的枯叶 妈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咱们是一家人 肯定是要相互扶持的 再说爸的手术很成功 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你不要太担心 我回握着婆婆的手 细声安慰地说 我自然不是担心这个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要赔钱 可是我和你爸的条件 你也知道 所以 这个钱得你们想想办法 婆婆皱着眉头说 婆婆的话让我心头一紧 这个老太太 着实是个人精 她是在给我打预防针 告诉我 赔偿费要我们来解决 这种事情 我也不好一口回绝 可是当下的情况 还是要跟婆婆说清楚 妈 爸这个事情 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关键还要看对方亲属的态度 另外 我听小瑞 说 爸爸属于酒驾 所以可能不光需要赔偿 我话还没说完 婆婆就瞬间从林黛玉 变成了王熙凤 瞪着眼睛立声道 梁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眼睁睁地看着 你爸吃牢饭吗 天地良心 我可没这个意思 我刚准备为自己辩解 就听到公公艰难的咳嗽声 李瑞皱着眉头压低声音说 你们都闭嘴 这里是医院 要吵出去吵 我也懒得辩解什么了 看着公公现在躺在病床上 婆婆还一副恶狠狠要吃人的样子 我只想说 就由自取 只是可怜了那名孕妇 和她未出事的孩子 我和李瑞 是在七年前的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她对我一见钟情 然后就开始热烈地追求我 李瑞相貌好 口才也好 我很快就接受了她的追求坠入了 爱和 经过六个月的相处 我们确定 对方就是我们 想要相守一辈子的人 李瑞就带我去献了她的父母 他们给我第一的感觉 是很有品味 公婆的穿着很时尚 吃东西也很讲究 更有趣的是 他们还带我去唱歌泡温泉 朋友听了我的讲述 纷纷说我幸运 遇到这么开明的公婆 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很快发现不对味 当初卖婚房的时候 我爸妈的意思是 李家出首付 我家负责装修 然后由我们共同偿还贷款 房子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当我把父母的意愿告诉李瑞时 他面露难色 知无了半天才开口 小慧 叔叔阿姨的要求很合理 可我家里可能拿不出那么多钱 初听李瑞的话 我第一反应是不信 李瑞父母都在正式单位上班 平日里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 一点也看不出目前的样子 怎么可能拿不出这笔钱 李瑞 是不是你爸妈不同意咱们俩的事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李瑞瞪大了眼睛 我爸妈特别喜欢你 他们恨不得我今天就把你娶回家 你少蒙我 他们既然喜欢我 那为石膜不愿意交房子的首付 我逆着眼睛问 宝贝 我家里是真的拿不出这笔钱 你看这样好不好 首付让你家也像纸杏地拿一些 然后装修的时候再想办法 李瑞讨好的说 他的话让我很窝火 结婚又不是买高黎菜萝卜还杀价 于是我跟他说 可以啊 等你家存够了首付 咱们再结婚吧 毕竟咱们还小呢 说完这句话 我扬长而去 李瑞看我生气了 不停地给我道歉 百般讨好我 可是我根本不给他任何表现的机会 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 最终 李瑞败下阵来 带着礼物亲自来家里道歉 还将一张三十万的卡片交到我的手中 说我拜金也好 说我有心机也罢 我的工作是房产销售 在售楼处工作的这几年 我看到了太多的人情冷暖和买房时的勾心斗角 我知道口头支票最不可信 的 只有落实的才最能让人安心 房子总算买了下来 因为房子还没交工 李瑞提议婚后先暂住在公婆家 我担心在一起住久了会产生矛盾 就提议搬出去住 买房子 聘金 还有婚礼 我实在拿不出余钱租房子了 李瑞窘迫地说 我有办法 我拉着李瑞的手出了门 这是你的房子 李瑞看着眼前的两房 惊讶地开口 我有些骄傲地点了点头 甚至做好了接受他的赞美 可惜 我想错了 李瑞没有丝毫的欣喜之色 脸上的愁容更加深 沉默了几秒后 试探着问 那我们以后买房子怎么办 每个月要付两份房贷吗 这房子是我全额买的 我有些骄傲地说 那时的自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根本没有深究李瑞话里的深意 听到我这么说 李瑞的脸色突然转情 一下子搂住了我 在我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两口 得意地说 我的老婆真棒 就这样 我和李瑞在我的房子里 完成了结婚这件人生中的大事 婚后 我和公婆接触的不多 也倒是相安无事 每次去公婆家 我的心里都会小小地感慨一下 他们也太会享受生活了 公婆的衣服都有固定的牌子 两个人的三餐有严格的营养食谱 婆婆每周都会去做美容 公公也是 常年去健身房 朋友圈里各种美照聚会照 他们一有时间就 会去旅行 老两口是又潇洒又快乐 我现在有些明白 喂食膜当初他们连三十万都拿不出来了 因为快乐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 婚后第三年 女儿琪琪出生 有了孩子 家里的花费多了起来 可是我工作兴致的缘故 加上李锐的职位一直停滞不前 收入一下子少了很多 我们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公婆呢 丝毫没有顾及我们的感受 照常吃喝玩乐 从来不曾接济我们 最初 我和李锐去他们家商量 希望婆婆能帮忙带一下琪琪 婆婆听后 眉头紧锁 说 按理说琪琪是我的孙女 理应我来带 可是我的身体不争气 不是腰疼就是腿疼 要是哪天 摔了 孩子就糟了 婆婆的话 把我气得浑身颤抖 我咬牙切齿地对李锐说 你妈跳广场舞时 就能剑步如飞 一看孙女就不行了 她就是戏精 李锐自知理亏 只能低头做鸵鸟 后来 我妈献我辛苦 主动请应帮我带孩子 我们的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 我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对公婆的冷血 很是不满 当琪琪两岁生日时 公婆突然变得热情起来 不仅为孩子订了饭店庆生 还送了很贵重的礼物 他们突如其来的 是好让我心惊肉跳 果不其然 不到一周的时间 公公就登堂入室 他们来的理由很简单 要钱 公公说 她和婆婆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 退休后想去各地自驾游 所以想买一辆车 可是手上的余钱不够 爸 您不是有车吗 我有些不悦地问 我的车是轿车 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自驾游是需要开SUV的 舒适度高 安全性能也好 我已经看好了一款 落地不到40万 公公说得阵阵有词 而 我只想到了一句话 猪鼻子里插葱 还差多少钱 李锐问了一嘴 还差20万 我寻思跟你们俩借借 公公大言不惭地说 我差点被她的话气笑了 给我们借 她怎么好意思 当初我有难处时 他们做缩头乌龟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现在 竟然好意思开这个口 爸 真的对不起 我们墨钱 没有丝毫地含糊 我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她 公公的脸色 煞时变得铁青 看了我一眼 随后怒气冲冲地盯着李锐 李锐担心公公现场发飙 伸手扯了扯我的胳膊 不停地冲我识眼色 爸 不是我不想给 是真的没有 这几年 我和小瑞的情况什么样 你和妈是看在眼里的 自顾不暇 如果您真的想买车 不如降一个档次 我们真的是爱莫能助 我用力甩开李锐的手 一吐未快 公公张了张嘴巴 终究莫说什么 摔门而去 公公前脚刚走 李锐就开始找茬 梁慧 你怎么能这么跟爸说话呢 你没看到他生气了吗 看到了 不过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我反驳道 那段日子 我是怎么熬过来 你应该看到了吧 还有 咱们有多少存款 你的心里也应该有数 咱们多少也该出点 李锐不死心地说 琪琪 他们于情于理都该照顾 可是管过一天吗 我痴笑着问 李锐气呼呼地看着我 不再吭声 公公的车到底买了 钱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不得而知 可他买车的事情 却是众人皆知 公婆不光发了朋友圈 婆婆还在亲友群里喊话 周末去郊区采员聚餐 他家出车 看着群组里灵星的附和 隔着荧幕 我都能感受到尴尬 也就是这次去采摘员聚餐 公公才出事的 在采摘员 大家玩得很尽兴 特别是公公买了爱车 甚是得意 他提议大家玩牌 消遣放松 可是那里没有麻将 公公就说回家去拿 因为他中午喝了几杯酒 众人劝他不如搭计乘车回去 可惜公公根本不听劝 执意要自己开车回去 那时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采摘的成本会这么大 公公住院期间 过世的孕妇家里来闹过两次 场面悲壮又血腥 女人的爸妈捧着她的一项哀嚎不止 让公公血债血偿 女人的丈夫挥舞着拳头 砸向公公的鼻子 后来 在保安和李锐的合力下 才将这群人推出门外 看着依旧在门口窗前叫嚣的人们 婆婆吓得用力捂住了耳朵 公公也在不停地叹气 爸 你先安心调养身体 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 李锐嘴硬地说 我没有开口 只是凝重地看着他们 其实 我们的心里都明白 公公这次犯的错误很严重 酒后驾车 已经触犯了法律 更何况也对他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 公公当然不想坐牢 就让婆婆和李锐去找对方谈判 企图透过民事赔偿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 可惜对方根本不给他们见面的机会 直接报警解决 公公被拘留之后 一家人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婆婆终日以泪洗面 李锐的脸上更是愁云密布 有一天夜里我被阵阵雷声惊醒 下意识地想往李锐怀里钻 可是扑了空 他并没有睡在床上 阳台上 李锐落寞地站在那里 手里的香烟忽明忽暗 淡淡的烟味透过阳台飘荡进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股疲惫的情绪涌上心头 我想走过去安慰他 可是在现实面前 语言是最苍白无力的东西 一周后几天没露面的李锐满脸激动地回到家 一下子拉住了我的手 激动地说罢的事情有眉目了 面对李锐的话 我站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 我找了中间人去他们家说和 表态花多少钱都可以 只要他们同意和解 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应了 李锐脸上全是兴奋 彭扶中了乐透一般 他们要多少钱 我试探着问 一百五十万 李锐轻飘飘地说出这个数字 彭扶一百五十万对他来说轻松极了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婆 我爸就我一个儿子 这时候我们可不能袖手旁观 只要能让我爸不吃牢饭 砸锅卖铁 我也愿意 李锐攥紧拳头 斩钉截铁地说 我张了张嘴 想告诉他锅碗瓢盆根本值不了多少钱 可是画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变成了另外一句话 妈知道这件事了吗 知道了 我刚刚他家回来 妈特别高兴 正四处筹钱呢 听到婆婆在筹钱 一股冷气从脚底冒了上来 公婆是个花钱无度的主 这是亲友都知道的事情 加上他们平日里很爱显摆 亲戚已经得罪得七七八八 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 谁还愿意出手相助呢 事情果然如我所料 婆婆借了一大圈 才不过十万块 她在我的面前哭哭啼啼 说那些亲戚是白眼儿郎 都靠不住 关键时候还得是一家人 婆婆的话让我心惊肉跳 小慧 你打算帮妈多少 婆婆直接了当地问 我默默把一张银行卡 递在她的手上 妈 这卡里有二十万块钱 其中十万是我和小瑞的 全部存款 另外十万是我妈给的 婆婆听了卡里的数目 脸上的表情立刻拉了下来 多亏李瑞眼疾手快 连说了很多我爸妈的好话 送走婆婆后 李瑞在我的面前点燃了一根烟 猛吸了两口后 抬头一脸淒稽地看着我 老婆 要不然先把你的那套房子卖了 尽管她的声音带着试探 我的头顶却像一记惊雷炸开 脑袋嗡嗡作响 混沌不堪 李瑞献我没有反对 继续游说 反正你那房子也是闲着 不如先替家里应应急 等到有钱了 我们再把它买回来 我差点被李瑞的奇葩逻辑了 再买回来 说得容易 再说了谁买 我买吗 老婆 赶紧把房产证找出来 咱们俩这就去仲介看看 看着李瑞这副迫不及待的模样 我的心里一片冰凉 这房子买的时候 爸妈也出钱了 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大的决定 我冷冷地回答 那你还愣着干食魔 赶紧回去商量 李瑞把我从沙发上拉下来 他急切的目光里看不到对我的丝毫尊重 他对我的不尊重和自私的模样 让我的心上磅腹扎了一根长长的刺 不拔出来顿顿的疼 拔出来也会血流不止 我妈听到李瑞要卖我的房子救他爸 一下子就怒了 他们李家人是属蜂窝没的吗 怎么浑身都是心眼 我不反对卖房子救你公公 不过 是 老李名下没有房子 还是李瑞名下没有 他们家凭什么要卖你的婚前财产 把你的房子卖掉 你顶多唠几句好话 要是哪一天你和李瑞出了问题 这个钱就会打水漂 我当然希望我的女儿婚姻幸福 可是人心这个东西谁都 说不准 李家现在就在算计你 你不反对拿钱救老李 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瑞却想着掏空你 他就是个混蛋 还有他爸 明知道酒驾违法 还去逞能 就该让他吃些苦头 妈妈的话让我的头皮都在发麻 一语惊醒梦中人 李瑞早早守在门口 看到我又是递拖鞋 又是奶衣服 还给我冲了一杯奶粉 那殷勤的模样 我已经很久默看到过了 爸妈怎么说 我刚坐稳 李瑞就急急地问 他们同意卖房就公公 我也同意 我轻作了一口牛奶说 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爸妈是开明的人 不会见死不救 刚才我给房产部门上班的朋友打电话了 他一听到我抱房子的位置 就告诉 我说那里的房价现在正是红利器 一瓶将近三万呢 七十多瓶就是二百多万 不光能把爸赎回来 连买车的钱都能补上 李瑞还真是一手的好算计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看他冷冷地说 什么意思 我是同意卖房 不过不是卖我的那个 我平静地解释 李瑞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老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咯 我觉得你的理解能力没有问题 我的心里格外火大 语气自然不会好到哪里 卖你爸妈的和我们住的这套都可以 可是我的 那套不卖 梁慧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卖了爸妈的房子 他们住哪里 李瑞瞪大了眼睛说 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我逆着眼睛看他 假设卖你父母的房子 你可以把他们接到家里住 如果卖我们住的房子 我们就搬去他们家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卖房子也可以 咱们贷款数你爸 李瑞眉头皱成穿字 贷款多不合算 还得还那么多利息 不多划算 把你的房子卖了 是当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梁慧 你不会这么无情吧 李 瑞气急败坏地说 我无情 李瑞 我看是你自私才对 那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承载了我爸妈对我的爱 你凭什么三言两语 就决定他的去留 爸是我公公 我 我应该不遗余力地帮他 可是凡事也有个度吧 如果你家没房子 我不同意卖这个房子 那才是我不尽人情 我咬着嘴唇 丝毫不肯让步 梁慧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忘了 我爸妈对你的好了吗 你这叫落井下石 李瑞火了 气得在原地上来回打转 一双眼睛在冒火 分分钟把 我烧成灰烬的节奏 随你怎么说 要卖就卖这套 或你妈住的那套 卖我的房子 就是不行 我耿着脖子回枪他 不卖怎么行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 看着爸去坐牢 妈哭瞎了眼睛吗 你怎么这么心狠 李瑞生气地冲我吼着 你不心狠 怎么舍不得卖 我指着眼前的房子 李瑞瞬间长红了脸 开始疯狂地指责我 在他的口中 我就是个冷血 是个不顾夫妻之情的坏女人 看着眼前这个用尽恶毒之词骂我的男人 我的心在低血 现在的他 丝毫看不出当年说爱我的模样 是他变了 还是他一直就是这样 只是我以前莫发现 李瑞如果你真的卖房就你爸 我陪着你吃糠燕菜也认了 可是你们家却一直打我房子的主意 你们一家人真虚伪 只会道德绑架 说到底你 和你妈舍不得自己的房子 想让我来当冤大头 李瑞被我的石化气地连长成了猪肝色 他瞪着眼睛气喘郁郁地看着我 终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摔门而去 看着紧闭的房门 我心如刀脚 就这样 我和李瑞陷入了冷战 婆婆开始屡次三番来家里找我谈话 又说我卖掉自己的房子 她不停地给我描画着卖我房子的诸多好处 彷彿只有我的卖房钱才能救公公 对方才肯收一般 我依旧拿对李瑞的说辞来和婆婆交涉 可是她死活不肯卖掉那两间房子 看着她那副自私的嘴脸 我突然觉得墨意思极了 一个是妻子 一个是儿子 但他们都不愿意舍财救人 只是不停地道德绑架别人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还真是不幸 当我再一次拒绝婆婆的要求后 她终于翻脸了 大骂我狼心狗肺 李家人对我如何用心 我却恩将仇报 还说公公之所以有此一劫 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天生没有福相 刻得他们一家人不安宁 看着婆婆吐磨横飞一脸猙獰的模样 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定 也更确定我妈的话是对的 这家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吸血鬼 你要是不满意我 就让你儿子跟我离婚 我用力地吼完了这句话 婆婆一下子愣住了 我带着琪琪回到了娘家 李瑞自始至终没有一个电话 更莫来看过我们 对于她的举动我并不意外 连亲爹都算计的人 怎么可能为了我这个外姓人掏心掏肺呢 经过了证据 调查 调解 四个月后 检察院以公共犯过失智人死亡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判决结果出来后 婆婆带人来我娘家闹事 被我爸妈狠狠地修理了一番 婆婆气不过 开始四处宣扬 说我是个白眼儿狼 公共出事后我害怕承担责任 拍拍屁股走人 李瑞更是说我的不是 他们还在亲友群大肆宣传 让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讨伐我 看着他们恶心的嘴脸 我直接把跟他们的通话录音传了上去 我倒要看看人们的三观是否跑偏 做完了这些 我以李瑞婚内出轨未游 向他提出了离婚 李瑞听到这个理由疯了 说怒斥我胡说八道 我也希望我是在胡说八道 尽管在卖房子就公共仪式上 我看清了他们一家人的嘴脸 可是我从没想过离婚 因为我不想琪琪在单亲家庭长大 那天我正在想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公共减轻一点罪责 于是我就去公共的车里查看行车记录仪 莫想到行车记录仪里面发现了李瑞和一名女子相处亲密的视频 第一看看到的时候 我不敢相信 我骗自己可能是车上人太多 拥挤之下两人才这么亲密的 可是我心里既然已经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我总归要去求证 那心里才踏实 于是我找斯嘉侦探帮我跟踪李瑞 就在他提出要我卖房子之前的那几天 他就是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也就是说 要我卖房子就公共的主意 就是他们俩想出来的 估计那时候李瑞想到 就是卖了我的房子 把公共救出来 然后他再和我离婚 他一点损失都没有 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还真是恶毒啊 可惜我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我将一个牛皮带丢在他的面前 里面全是他跟那个女人的亲密照 李瑞看到照片之后 连长红成了猪肝色 还在为自己辩解 这时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不同意卖你的房子 还跟我闹矛盾 我也不会去外面找安慰 看着他死鸭子嘴硬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好没意思 我提醒他 李瑞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 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那是你跟我说卖房子 之前就拍 到的 你还狡辩 李瑞低着头无话可说 我继续说 而且据我所知 你们已经认识一年多了 初十那天 他也跟你们一起去聚餐了 你们一家人都把我当傻子耍 人在做天在看 就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所以才让你们一家有此一劫 只是可怜了那孕妇母子一失两命 这都是你们做的孽 一边说 我的眼泪一边往下流 这些年 我到底是有多傻 才会被枕边人骗得团团转 李瑞 天道好轮回 你们一家欠下的那孕妇母子的命 迟早是要还的 你好好等着 我就是要让他心里不安 我就是要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我承认 自己有些凉薄 但谁让他先赴我呢 离婚后 我带着琪琪搬到了我自己的房子里 我要上班 我妈就过来帮我照顾琪琪 远离了李瑞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觉得呼吸的空气都比以前的清新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 让他把他车都比起来 我看了 就算了 这有些空气就没了 我这一段时间 我可以带他 感谢观看